所谓金玉满堂 有金有玉 金就是鱼镖 要用复杂的工序 达成黄金般的颜色与口感 新鲜获取的鱼镖 现在日光下晾干 吹胀 切成小段 剪不断了 我这样形容 它就有点像那种PVC管 这个太厚了 太厚它就上等 上等的 现在盐能听到 有啪哒啪哒的响声 你看你看 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了 滚烫粗盐中 将鱼镖炒至金黄色 而后放入冷水中浸泡三小时 白酒加浆末去腥 冷水中的鱼镖 逐渐松软膨胀 形似海绵 软糯与筋道的口感 在此时达成完美统一 捞出挤干水分 切断备用 这时到了玉的部分 就是鲜虾滑 灌入鱼镖中 好一个吉利 就说它金黄满盘了 好像一串串金鱼那样是吗 没错没错 然后它蒸熟了 可能更好看 一撞撞满在金玉的 圆形粮仓 摆盘完成 静待蒸熟 其他选手也早已使出浑身解数 熟练运用各种烹调方法 并将美食进行别出心裁的摆盘 看来各族厨娘都已然胜券在握 热为花鲜鲜鲜 耶 出国后将营养鲜嫩的蟹肉酱 浇到蒸好的黄金白玉之上 金玉满堂终于制作完成 出国了 耶 好香啊 蟹肉的甜嫩 虾滑的爽弹 再加上鱼镖的韧劲 完美融合在一起 咸而不腻 唇齿留香 让人难以忘怀 接下来是第五主的金玉满堂 是我们本地最有特色的一道菜 金玉满堂最终还是征服了评委 从众多美食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对红姐来说 成绩只是一时的 对美食和生活的热情 才是最重要的 黄金城 嗯 米派 ほど从众多обще尾 便宜现在 相读